我們現在來繼續介紹如何利用TransformWindows來控制MIDI CC的參數 就是所謂的MIDI Control 首先我們先來做一下針對MIDI區塊這些PianoRoll裡面 我們叫出MIDI參數的狀態 現在的出現的我們要調整 我們先把這個本來的這個先殺掉 好,然後我們要看的,譬如說我們可以先調整我們的Pen 然後我們可以利用筆,我們先畫一下 好,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可以表情好了 好,大概是這樣,我簡單做一個示範 就是假設我現在在這塊MIDI region裡面有這兩種不同的參數 然後我現在可能想要利用TransformWindows 我們先切回Pen 我們看一下Pen的MIDI CC是10 我們可以利用TransformWindows 自定義我們要的條件,譬如說 目前,你看我們這個本來等號這邊是 本來是Note,我們改成Ctrl 就是MIDI Control 然後在這邊是10 可是這邊10的話,我們這邊就不是Random 因為我們針對的是 只有針對條件是 MIDI CC是10的狀態 然後資料,就全部 然後我們就可以Random 有沒有 這個時候Random的時候我就可以去做 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我按Select 你就看到下面所有的 MIDI CC參數都被選起來了 那這個時候我按Operate的時候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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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那譬如說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剛剛畫的表情 好,一樣道理這邊改成11 然後 我們可以做的是 譬如說 覺得來一個 這個好了,Crescent 然後 然後 我們先試試看 Select 選起來 Operate 那如果是有一個範圍的 Select Operate 這就不明顯 好,那如果我們是Random的話 看一下 有沒有 好,然後 所以你就要看狀態 譬如說我也可以把整個 就是 Reverse 有沒有 好,所以 基本上 呃 是一個方式 但是 要怎麼用 我覺得可能就是要看各位如何去想像 然後基本上你可以利用這個東西去做 一些 譬如說 像之前我們介紹到它一個模式是 Delete Select Events 對不對 我就可以去選取 就是藉由這個方式去 呃 譬如說 Note 然後我給Note的一個 譬如說 Range 譬如說 Inside 從哪裡到哪裡 然後我要把這個範圍的 音 符 全部 Delete掉 所以你可以 根據這些不同的模式 以及 設定不同的條件 去滿足你 針對所有 MIDI參數的 一些 你可能需要更改的東西 然後這樣可能 有時候會很快速 如果你有想到的話 你可能只要叫出這個視窗 給它條件 你就可以去做 變動了 好,這就是如何 使用Transform Window 來 控制我們的MIDI信息參數